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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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看这两份已经足够了 无论专家分析也好 新闻的分析也好 都很详细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资深的传媒人 或者我自己也在大学里搞了十多年的新闻 我们当然会分清楚这些评论 他有些观点和他本身的立场有关的 我们也会把他串联起来的 我们就不会把这些人说的东炒 然后就在那里吹 我说你在香港这些KOL 包括那些所谓国际关系博士 你有多少材料可以去分析 这一场战争 他背后的国际的政治角力 你也是一定要根据已知的事实 然后你作出分析 然后你作出分析的时候 你一定要基于一些政治理念 以及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 一些很确切的看法 吹过我都会吹的 你拿着《楼有时报》 有九十几段评论 你拿出来说 有些不同的立场 当然New York Times也好 BBC也好 他很明显一定是反俄的 即使他不是很亲美 他都要反俄的 西方世界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国际制裁的效果是超出预期的 俄罗斯现在经济是受到影响的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好了 你陷入这个泥沼 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战场上来说 俄罗斯久攻不下 乌克兰富于顽抗 但是久攻不下和富于顽抗之中 大家都要以时间争取空间 你拖得越长 两方面都没有着数 但是你拖下去的话 你被那些国际制裁的空间就大了 而且压力又可以大了 那个效果又强了一定的 那你俄罗斯呢 老实说 你是一个侵略者 你发动战争的人 你付出的代价一定是被受害的 被侵略的人大的 如果到今时今日 你还在受那些所谓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 那些论述的影响 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 你也有问题 我觉得是 我们完全从人道的角度 我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 现在受害的是什么人 就是乌克兰的人民 俄罗斯的士兵和他的家人 战争就是这样 所谓列强 即使有影响 他的影响也是轻微 你怎会比乌克兰的人民 你怎会比乌克兰的人民 你看到逃亂逃中死亡的人 也有 妻离子散也有 但是这个战争 这些二十天 是完全可以突显到 这个扎伦司机 你现在在嘲笑他 说他是喜剧演员 包括有些中国人 包括台湾有些中国人 他们都在嘲笑这个扎伦司机 给你 你走了 人家的总统还留在那里 你在那里顶着 虽然会参与谈判 他也在那里顶着大局 他有没有走呢 他走过波纜就可以了 美国人一定保护他 他走这个国家 就完蛋了 他有没有走呢 你嘲笑的人在喜剧院 在那里正在演戏 白痴 参加北约要求 欧盟自己拿来衰 这些 中国大陆的人都这么说 这边台湾的蓝丝也是这么说 所以你国民党是死得的 我现在告诉你两个字 民进党就一面倒站在美国人那里 你明白吗 所以美国人如果第一天一抛弃台湾 他又会哭到没有收醒 国际政治 是很复杂 但复杂之中 其实也是很清晰的画面 利窮则散 西倾则绝 弱欲强食 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到现在俄罗斯 那些所谓寡头富商 富豪 那些惨法 你就知道了 你先说人民 人民没有受害吗 俄国人的生活 或者有些钱那些 会出现改变 你的边境被关闭 你的货币大幅贬值 接着物价飘升 是吧 那然后在俄国 在莫斯科 在俄国其他地方 那些西方公司 就全部关门 你设置 是吧 走光 是吧 不但这样 走不但 还切断了 和你对俄罗斯的服务 是吧 包括那些 就是资讯科技 是吧 credit card 你都用不了 master visa 这两个最通行的 你都没得用 是吧 香港人最喜欢看英超 英超的班主 艾巴莫玉智 现在怎样呢 是吧 是吧 想卖车仔都卖不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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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吧 他曾经是利物浦的fans 他是英超迷来的 馬丁 阿伯 是英超迷 这个班主 都是 你也说跟普京很老友 那现在不肯不老友 是吧 是吧 你看车仔 是吧 那你譬如说 除了球队 他现在这队球队就真的 就是 不是没有钱 有钱而出现财困 那里很可憐 哈哈 没有钱 有钱而出现财困 那你其他那些 刚才我说 其他那些西方那些企业 就是跟人民生活有关的那些 就是那些 比如 资讯科技 苹果也好 洛基亚也好 甚至乎 連瑞典的 宜家家士 都 都 美副 保马 福特 其他那些 全部宣布他们 离开俄罗斯 是吧 另外 在较早之前 就是那个环球银行 金融电讯协会 就已经和俄国的主要银行 就脱钩了 是吧 而马斯特 和这个Visa 都停止了在俄国的业务 这个就对俄国人民的生活 就构成一个影响 这个很明显 所以你打仗 是吧 你很过瘾 很有名 俄国大帝 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乌克兰 跟我们同一个民族 斯拉夫民族 自古以来 属于俄罗斯 不可分割的领土 等于这样 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所以跟习近平 刚刚听 就 刚刚谈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两个都一样 同一个mentality 是吧 民族主义 你俄罗斯的前身 苏联 共产帝国 是国际主义 你普京做个KGB头子 你是共产党 你现在是勉怀当年苏共年代 苏共的辉煌年代 你想将俄罗斯 还原 回复苏联时代 苏俄时代 那个荣警 在世界霸权里面 举足轻重 和美国两强 现在中国比你强 于是 你就要向中国 向中国乞求奥援 要他帮拖 共产党的中国 现在就不知怎样了 这些新闻就是说 根据消息人士 美国官员说 在普京上个月下令 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曾经要求中国提供 军事装备和支持 争取北京的奥援 但是 北京 怎样帮你呢 你奥布贬值 美金 我上次也说过 我有些朋友 有做俄罗斯生意的 订单 给钱的时候 给了头那笔七成 剩下三成 收不到钱 他不是没有钱给你的 会不出 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大陆 用人民币 来支付 人民币又不可以在国际兑援 你们两兄弟抱着 所以美国是强的 没有什么商量 全世界美金本位 那怎样呢 他印银子 那你印吧 他欠我几万亿国债 那你追他 不让他打他 这个说法很有自无知 为什么欠你几亿 债券 那是投资 人家是 欠你国债 真的很好笑 那你就跟他拿 为什么叫他不还 你不还 你不还 你就给两支 航空母舰 可不可以这样 一天当贵你的钱 行不行 有些人还大声疾呼 我们中国多疲惫 美国欠我们几万亿 美金啊 你真是 我说到大家都飘飘然 那你就很强 那为什么你的人均收入 都不够一万元美金呢 人均GDP是说五万呢 是吧 俄国的富商 那些超级富豪 又受影响了 俄国的人民 那些中产阶级的生活 还不受影响 是吧 那现在还可以出国旅游 是吧 所以 其实那个制裁是有效的 当然你不可以跟 早一两年 美国制裁中国那些相比 那些规模差很远 因为那些你不是其他 所有国家投入 以及所有这些 企业都投入的 是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些保马 福特 洛基亚 苹果 是吧 所以 制裁的效果超出预期 既然有这些制裁效果 就是你会影响了 未来俄乌局势的发展 是吧 就是 究竟 普京他在打什么 乳算盘呢 真的很难想得通 所以现在有很多分析 就说这个人是short的 是吧 这个人今次就是 行错棋了 是吧 但是仍然都在做大外宣的 现在都在搞认知作战 信息战 是吧 中国也有份参与的 譬如最近不断说 这个乌克兰是新纳税 连香港有个垃圾学者 叫陈文雄都在专栏寫 乌克兰新纳税 是吧 你真是 我刚才看了一篇文 就是台湾一个 都相当受人尊重的一个学者 退休的卫生署的药医 很有名的那个 他叫王伟柏 这位女士呢 都可以说是台湾 当然她都是反民进党的人 她是一个 我偶然都有看她的文章 因为我跟她同一个网页里面写东西 所以都有看 她是台湾桃园人 王伟柏 台大医药学院的学士 美国墨西根大学的药学博士 做过这个台大医药学院的院长 教授 系主任 是吧 是吧 又做过行政院卫生署的药证署处长等等 一个药证的专家 他最近早两天写一篇文说什么呢 唉 所以台湾真是麻烦 就是讲乌克兰战争的启示 他说当列强在 仇恨就在 如果你这样一看标题 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列强当然是处于美国为首的 列强 是吧 列强一定不包括中国和俄国的 真的 那你在美国读博士的 那他第一段就是 高度赞扬杨基新格 那高度赞扬杨基新格 就是 我们就已经打过问号 接着就批评这个Donald Trump 接着就讲乌克兰战争 是吧 他就说二战后美利坚独霸 这一段我很反感 我读给大家听 二战后美利坚独霸 他的手伸向何方 那个地方就中央 这一句呢 我不会反对你 这是大家的判断问题 美利坚独霸 他的手伸去哪里 那个地方就中央 伸手去阿富汗 阿富汗就中央 伸去伊拉克 伊拉克就中央 他意思是讲这些 是吧 波湾 哈萨克 尼比亚 那你不讲讲那些地方 那些就不吃饭 你真是 是吧 是抵杀有鱼 好了 接着这一句 如果你很拿名 他说过去完成式的是 那句 二战后美利坚独霸 他的手伸向何方 哪个地方就造样 过去完成式 Past Perfect Tense 是越南 利比亚 波斯湾 阿富汗 哈萨克斯坦 以及香港 我真是吵架 好了 以乌克兰当马前足的血战 不是 这个 现在进行式就是 美国报局 这个 NATO 就是 以乌克兰当马前足的血战 如果美国继续主浮沉 想也知道 乌克兰 台湾 会是列强以武器称霸的世界南商 喂 大哥 你为什么说到香港呢 哈 二战之后 他手伸 即是说他的手伸了去香港 那我是香港人 是吧 我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是吧 还有一段更离谱 他说 生命是人民的 不是政客的 政客的思量 不该成为人民的负担 这个 我没有意见 这个只是一个论述 他说 请向香港反送中 美国国会干涉人家内政 乌克兰极端右派的亚促营 就跑到香港坐乱 你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 原来香港反送中运动 有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 那些恐怖分子在香港 坐乱 哇 那些扔汽油弹那些 那些很小的 原来和乌克兰的新纳粹有关的 你一个药学博士 你真是写什么 这些就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切 你对于一些不确的消息 你就当真 接着就作为你的文章 资料的一个座证 你说美国国会干涉人家内事 那我都勉强 你也不想跟你见人见智 你说他国会 通过一些支持香港的 支持香港的民主人士的那些法案 那你可以说他干涉来政 共产党都是这么看 那你和共产党的看法一样 但是你这句话 乌克兰极端右派 就是那些新纳粹主 亚足形 走到香港坐乱 自己何所据而云 一看这些 整篇文章就不用看了 不是说你观点和我不一样 那不是事实 你有什么证据 香港政府都没敢说 香港政府包括中共都没敢说 乌克兰极端右派的亚足形 跑到香港坐乱 你不跟我们香港被抓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判错监 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学者 这些就是坏路了 他很受人尊重的 大佬 文筆也很好的 读得书多有勾勇吗 不明白你就说他难听 是吧 我们是什么人都骂的 大佬 我不认识他的 我和他有 大家同一个地方 发表文章之意 是什么意思 看都没见过 OK 是吧 但是一个很有 很有学问 是吧 专业人士 博士 大学教授 是吧 你可以反对民进党 我觉得 我也常常批评民进党 是吧 批评到他现在搞我 OK 但是 要讲事实 是吧 就不要 根据一些 未经证实的东西 然后就去发挥 然后说什么 说什么 是吧 譬如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 你苏貞昌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在行政院 对一个立法委员的质询 你反质询 你已经违反议事规则 是吧 等于曾玉成 当年 我说 基本法 我当年跟曾玉成 扔了同台龙门阵 我扔了中大龙门阵 扔了一本基本法 他执回 接着那些人去批评他 曾玉成立刻在主席位置 黄毓民议员 当时没有人批评 扼着无声 我执这个基本法的时候 你歪曲事实 我说你和我辩驳什么 你作为主席 只要主持会议 你不可以和他议员辩论 就议员说话 你只可以就议员 他那个发言 有没有违反议事规则 作出裁决 是吧 接着他就收声 我经常跟他短辟相接 全个立法会 只有一个黄毓民是这样做的 你明白吗 立刻收声 大家可以看看 明天播出的 《毓民议坛搞事录》 《经典重温》 《不合回首话政改之录》 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那你租征枪 你怎么可以和一个立法委员那边 你不可以反质询的 是吧 人家要求你承诺 用电 即是你现在常常停电 你怎么关你事呢 因为台电是国营的 是经济部长管的 行政院长 那个经济部长是你的国营 他问你行政院长 喂 又可不可以保证用电 你的祖父 当年也是承诺要返工大陆 对线了没有 我真是丢你了 一看到这些 就想走过去打巴他 如果我是奖万安 我就会说 没有我阿爺 你现在在做乞业 你哪有行政院长做 那这个就是温文以雅 不懂得和人吵架 那是朱高正的吊架 已经打死你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我即时就会生气 我即时会吊架你 对不对 你阿爺就说要返工大陆 喂 人家问你用电 你不要说到 他阿爺承诺返工大陆 他阿爺当然想返工大陆 反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是一个理念 一个承诺 对不对 这个承诺很难兑现 那你用电可以兑现 做多些事就可以了 或者那些人要求 恢复核电供应 那就可以了 那不会缺电 你想想你讲人 阿爺做什么 这个狠样 这个是苏精昌 对不对 我看到是不是火灯了 搞不狠答白 还有 你违反议会的伦理 大佬 那个议员质询 你就回答问题 对不对 你说人家做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这个是掌经国孙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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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多厉害垃圾 你说那些政客 对不对 好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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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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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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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 öğren